世界太极全能 下面呢 我们有请世界太极全能 我们的主编 祝您太极文化学者 余光宝先生讲话 大家掌声欢迎 我们从昨天到今天 连续举办了三位太极大家的 这个研讨纪念活动 我觉得这是倡导了一种 这个尊重先贤 尊重我们的太极 尊重我们的文化和尊重历史 的一种风扇 我想随着我们三亚南山 第三届世界太极文化节的 系列的宣传活动 这三个纪念活动也必将在 全国和全球太极全界 引起强烈的反响 它也会代替一种 这个风扇 就是我们的传承我们的文明的一种 风扇其实从一年多以前 就有很多人跟我讲过 要是不是搞一个纪念 陈发哥先生 近今90周年的纪念活动 原来想着在北京举办 在温县举办 大家都很热情地要参加 当然我说可以在多地都可以举办 那么后来很多人建议在 三亚南山文化节期间 因为各个流派的 名家都来 而且陈发哥先生的传人 再参的弟子 好几倍往后的弟子都表示 要热情地来参与 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 举办了这么一个活动 如果说要把中国太极权历史 从古到今 列出来若干件大事件 那么陈发哥先生 进京全权这个事件 肯定是要列入前十位 因为他对于陈氏太极权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对于整个太极权的发展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陈发哥先生 他作为一个 从河南农村中原 来的一个普普通通 面前的当初叫农民 到这个北京来进行传钱 我在去年就是 刚才美军现场集的 世界太极民家走进陈家沟 这个活动当中 做的有一个演讲当中 我曾经说过 如果要排名中国的小镇 乡镇 农村 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 那么陈家沟一定是明月前沟 他就由中国的一个普通的 一个中原的一个人生文献陈家沟 用他自己 西沦 韵化 凝聚了的 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的太极权 太极文化 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生活 这一点是了不起的贡献 放眼全球 一个农村一个山村 能够对世界人的生活 产生这么重大影响的 也不多 所以 所以这是中国人的词号 中国文化的词号 中国人的人天观 生命观的境界的词号 所以它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个村的事 它是一个整个大的 大国文化 这种大国自信的一个深厚的基础 陈巴克先生既已经传选90周年 我觉得这个有三点 我们开展这个纪念活动 最重要的一个 我个人也体会三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 就是 什么是文化 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 什么是文化 张院长昨天讲得非常好 文化就是我们人类生活 它的一种印记记录 这个记录它一定是 有我们生活的形态 特别是我们思维里边的 烙入主印的这种 对于生命的价值 和对于自然关系 这种体悟和呈现 我觉得太平权就是 确实是凝聚了 中国文化的精髓 它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 生命 这种生存的 各种理解的方法 境界和方式 所以真正的 这种文化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 真正的优秀的太极团家 它一定是文化大家 这跟它有多少知识 没有绝对的关联 比如说陈帕克先生 他的文化知识可能不多 我们按照今天来说 他的学历不高 但是他是掌握了 中国传统太极团的精髓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人 所以他在京城学圈以后 虽然他是大家觉得从河南农村来的 但是当时跟他通过一段时间的传授接触 可以说是华干华盖余子 京城很多有文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都来跟他学圈 我一大批带动了很多的弟子 这就是文化 我们现在就说手机有朋友圈 我觉得有一个太极圈 太极圈应该是洋溢着这种文化气氛的 文化氛围的这种人 所以我们太极圈 我常说太极圈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我们的生活生存的各个方面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所以我们对于文化 不仅仅是我们的很厚的书本 我们的很高的学历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文化更重要的是 你对于人 自然 社会 发展规律的一种透彻的理解 这其中对于生命的理解 是一个非常文化 非常核心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 就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 取决于它的核心的价值和内在的内生的驱动力 从陈巴哥到北京来进行传权 后当时并没有强大的政府的政策的支持 没有强大的资金的支持 完全是靠民间的发展 当然后来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 它的延伸 它的一种传播 取决于它的内生的动力 太极权就因为它有这种内生的动力 所以说它才实现了我们今天 源于中国 属于世界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 所以这里边给我两点重要的说明 第一点 太极权的发展 我们不用去担心它 将来会不会淹没 会不会效応 永远不会 因为它已经奠定了它身后的这种核心的价值体系 和它的这种内生的其中力 它不管在任何条件 只要人类有生存 它一定会需要太极权 所以它一定会发展 但是如何发展 如何更好的发展 如何科学的发展 这是要有方法 要方式 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这是它的第二点 我觉得第三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就是太极权的发展 需要高尺及高端的人才教育 人才教育是非常重要 陈帕克先生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就是他培养了一大批的弟子 这些优秀的弟子 不断传承又培养了一批 所以不断的繁衍下去 才有今天陈帕克传承人 这种兴旺发展的局面 所以人才是所有发展体系当中 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其中刚才李宁县长也讲了 作为这个城市太极权的发源地 作为陈帕克他的家乡 其实这些年来 温县的县委县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温县也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太极权家 像这个小王老师 郑伟老师 还有这个王岐安老师 朱天才老师等等 这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成为今天活跃在全世界各地 他的一些太极权发展的中间力量 有很多这种老师的传统体系 今天我看到所有的这些 发科先生的传人都来了 都后辈 或者是这个一位一位 晚辈 隔队 隔代 隔几代都来了 我觉得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 我们今天应该也很自豪地说 我们这次三亚南山 世界太极文化节 陈发科先生进京传天 90周年计刑会 汇聚了自巴科东以后 这个体系最强的太极权 城市太极权的优秀的人才 在此我也祝愿我们的城市太极权 祝愿我们的各个流派的太极权 不断的发扬光大 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我们独特的不可期待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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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千 狄自身边